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我是钟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10月16日 经文在诗篇104篇1至9节 题目是《我的心啊,你要清重耶和华》 今天是第1节 这是另一首 Babe 創造主的诗歌 9月这个颗颗颗颗颗摔袭加拿大和美国 大西洋海岸引来严重违害 有些屋子被捲入海 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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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 過千人喪命,超過一百萬人要離開災區,寧尋妻身之所 我們就想知道為何自然界反叛得那麼重要 神創造的世界本來不是這樣的 在某些日子中,我們難以為神的創造去讚美祂 氣候變化是一個因素,是我們傷害地球引致這些災難,蜂擁而來 在這個時刻,我們有向神唱一首愛國 昨日今日明日,神仍然是一樣無變 我們的盼望在乎神 我們在三天之內看看詩篇104篇《大綱如夏》 第一個部分是神創造天地,詩篇104篇1至9節 中間有A神創造天1至4節,B神創造地5至9節 然後第二部分是神供應雀鳥和動物 詩篇104篇10至23節 分兩部分 A供應食物和居所 10至18節 B供應安全和活動 19至23節 第三部分是神維持生命 就是詩篇104篇24至30節 第四部分是以祈禱和立志做個人回應 就是詩篇104篇31至35節 今天來我們看第一段 即是第一至九節 明天我們看第二段 即是第10節至23節 後天我們看第三和第四段 即是第24節至35節 我們現在看看詩篇104篇1至9節 《我的心》要清眾耶和華 要說我的神啊 你為自大 你尊榮威嚴為衣服 披上兩岡如披外扑 鋪張窮瘡如鋪萬子 在水中立流角的棟梁 用魂彩為車臉 藉著風的翅膀而行 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墨翼 將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動搖 你用深水遮蓋地面 猶如衣償 朱水高於山領 你的斥窄一發 水便崩逃 你的雷星一發 水便崩流 朱山升上 朱谷沉下 歸你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過去 不再轉回 遮蓋地面 在第一節 這個不知名的詩人開始 就勸勉自己了 我的心你要清重耶和華 完結時也用同一的勸勉 說同一句話 他為何要勸勉自己呢 因為他看四圍 看一看 向天上看一看 從看得見的創造中 看見肉眼不能見的神 用心靈的眼睛 看見神的尊榮和威嚴 神好像有衣服 好像有外袍 第二節 比喻神披上的是亮光 中國人有魂 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但創造天地的主 是用光來裝的 這個燦爛奪木 是神自己的榮光 他出現為要創造宇宙窗 在水中立流角的洞樑 第三節 即是神的大電 立在雲霧天氣之上 第四節暗示神 創造天使 像風和閃電般 在科學發達 科技猛進的時代 人仍然無法控制天氣 這個巨峰Fiona 就是最佳證明 面對天氣的變幻 人類仍然無助 因此我們讚美全能的神 思想過神創造天地後 詩人就轉去思想神創造地 第五節 第五節說 將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動搖 地球不會脫軌飛行 地球環遇太陽公轉的軌跡 是最適合人類的需要 地球若貼近大陽多一點 我們便會被燒焦 或受到太多輻射而死亡 地球若距太陽遠一點 我們便會凍死 詩人大略根據《創世記》的第一章 去記載創造的次序 第二節提及光 正好是第一天的創造 第三節提及雲彩 正好是第二天的創造 第六節提及深水和陸地 正好是第三天的創造 然而在第七節 詩人暗指思行神跡 使得紅海的水奔徒 好讓以色列人走乾地過去 第九節提及 你定了階限 使水不能過去 不再轉回遮蓋地面 暗指挪亞時代的洪水 淹沒米索北達米亞 和黑海 羅雅的故事 是記載於《創世記》第六至第九章 神審判人類的罪惡降下洪水 毀滅當時人類的文化 但神只用一隻船 叫方舟 去拯救羅雅一家面去死亡 洪水國後神立天雄為記號 允許它不會再用洪水毀滅全世界 這不僅是傳說的故事 我們可以在考古學中找到證據 在黑海底找到幾千年前洪水突發的證據 第一 黑海在洪水泛濫前 是個較小的淡水戶 有化石為證 但洪水泛濫後 水位高漲 黑海與地中海相連 成為鹽水海 第二個證據 多老河流入黑海 河床仍然深陷於黑海底下 證明水位是暴升 而不是漫漫升的結果 第三 水底仍有淹沒了的 穿落房屋的古蹟 是水底攝影鏡頭捕捉到的證據 所以聖經是經得起科學的考驗 地球供給了神大能的證據 這就是我們應該清重和敬拜 耶穌說我們的創造主的理由 今天在這裡暫停 可以看看美麗的夜空 有人說 在加拿大看北極光的最佳月份 就是10月至3月 即是現在 你也可以花一天的時間 去欣賞秋天的紅葉 或者去尼亞拉加瀑布 看寒冬的冰瀑布 神創造天與地 讓我們享受 詩人從看不見的創造中 看見那個肉眼看不見的真神 我希望你也可以這樣 你的心將會被搞動去敬拜和讚美 這個創造你共我的這位神 之後 你就能夠為你活著而感謝主 大家享受神創造的美好大地 願大家蒙主的祝福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每一天 上傳的視頻的通知了 謝謝